在这里很想感谢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服装老师 每一套衣服我真的都非常喜欢 穿上他的衣服 其实我就大概知道 这个时期的周子舒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和什么样的心理 周子舒可能像一个椰子吧 就是那种壳很难撬开 其实内心是非常很柔软 然后也很甜的一个人 你有能力可以穿越到 最终的一个地方待三个月 你会去哪儿 待在四季山庄就挺好的 老文做饭 然后督促徒弟练功就很好 在家最好了 他是那种 上完厕所 掉头就要回家的那种 很懒 汉哥对于粉丝 叫你老婆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大家喜欢称呼过什么 开心就好 喝你的CP呢 有什么回应 喝CP 很好 好兄弟 就是戏里戏外都算朋友 想知道汉汉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腿伤一直在恢复当中越来越好 对拍戏影响不是那么大 决定出演周子舒 当时会不会有压力和顾虑 其实没有太大压力和顾虑 我是一个承受压力很好的人 越演 然后就发现我 皮大小说包括我们编曲 写的东西真的是太好了 越读越有生意 才会有压力 才会想演得更好 长发汉哥真的好帅 以后会一直留长发吧 不会留特别长发 很难了 除非以后再拍古装吧 那应该也是几年后的事情 山河令最喜欢的台词是什么 山河不足重 重在欲知己 山河不足重 重在欲知己 汉哥有一起追山河令吗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弹幕 其实还挺多好笑的东西 但是呢 我发现一演到某些段落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弹幕了 然后就看见 整个屏幕都是 全是啊 我死了 怎么把我杀了 什么什么住处性 什么这类似 我觉得特别逗 周子舒这个人吧 得细细品慢慢品 就像就像茶一样 越品越深沉越香的一个这样的人 他不是那种很乍眼 很乍胡 很亮眼的人 最大的挑战就是 周子舒的话很少 怎么样去用表情 自己的想法和一些行动 表达出他的情感 是比较困难的 就有挑战 对 我觉得他太有文化了 不能表达出 我们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可能我的特长在于 演出来 但是你要我说出来吧 哇塞 他就 他就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我觉得太 编辑老师太厉害了 你讲了的话题是什么 就是属于哥哥干当了 快杀青的时候 我当时有休息 我就在球场上打了一天的高尔夫 然后一天没怎么吃东西 然后听说龚俊请吃饭 我说这男的好机会必须得去 我去了 然后制片人 我们所有人都在 就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合照的那一次 我就猛吃 我也不知道饿 好久没吃过火锅了 吃吃吃 然后一直加肉啊 加什么的 一盘又一盘 马姐就说 真的可以吗 吃那么多 没问题没问题 结果 还没吃完 又上了一盘肉 然后我就去厕所吐了 没问题没问题 是给自己吃吐了 导致我真的很难受 一个多月 见都不能见火锅 我一见到火锅 不痛得下 我现在生活中不太爱喝酒 周子舒做一道下酒菜 你会给他做什么 花生米啊 我觉得喝酒吃花生米是最 他给他做什么那种高端大气 叫老师很难的那种 喝酒还需要什么 那不越吃越胖吗 那喝酒就是要尽量简单一点 吃花生米就足够 花生米最好吃 恭喜的篮球连赛里 都是MVP级别的 打高尔夫也是半年 解锁一单进动 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运动心得吗 这是 其实 也 不是吧 因为我爸妈也不是 说搞运动的 喜欢吧 可能从小比较好动力 精通一项运动了 你可能别的 它就会比较相通一点 因为没办法 因为腿伤吧 就是所以去选择了高尔夫 高尔夫很治愈我 我觉得 我是糖果超K